马斯克反批北京三报表示 你以为你是谁 还轮不到你对特斯拉指手画脚 特斯拉是涨价还是掉价 由我说的算而不是你 马斯克痛斥北京三报表示 日系车情加价购买卖车 你不去管一管当做看不见 特斯拉降价卖车 你反而痛斥痛批特斯拉 马斯克表示 你到底是站在谁的立场去做事情 难道不应该站在消费者的立场吗 难道车的越卖越贵越好吗 是你希望看到的吗 马斯克表示 也许是我动了你们的蛋糕 但我就是要把这款蛋糕割下来 让给消费者去吃 把利益带给消费者 特斯拉降价并不是在赔钱 而且有利可图 因为特斯拉是通过提高改进自己的科技 去造车 从而降低造车成本 而国产的新能源并没有掌握 新能源的核心造车技术 所以说他的造车成本高 他不敢去降价 马斯克还表示 如果一个新能源车企 靠降低自己的利润去做竞争的话 那终究会被淘汰 会是死路一条的 视频的最后 给大家放一段马斯克的舞蹈 给大家放松一下 请不吝点赞